自带定位的无人机 自爆型无人机 侦查型信号枪 满屏幕的重武器 或许你很难想象 上述道具会一起出现在一个模式中 并且这个模式还不是火力对决 没错 它就是刚出的现实玩法 次翼战场 开局可以选四个兵种 每个兵种拥有不同技能和专属武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进入游戏后 会随机分配到防守方或进攻方 进攻方要做的就是8分钟时间内 根据系统提示 一个个占领敌方据点 只是占领完全部据点 就算进攻方获胜 防守方则相反 只要8分钟内 守到哪怕只剩一个据点 没被占领就算成功 因此这模式核心玩法 跟占领团禁一样 进攻方占领更多据点才是关键 还不是一味打人 在突击兵 聚员兵 攻查兵 侦查兵四个集合中 这里我建议新手玩侦查兵 全技能和超级的幻影猎手几乎一致 其次专属武器侦查信号枪 发射后可以探测到范围内的敌人 并且把位置共享给其余门军 其次他还能释放无人机 瞬间摸清敌人的位置 并且升到6级后 解锁自爆无人机 效果相当炸裂 当然最最关键的是 侦查兵是四个兵种里面 唯一能带单发去的 配上被动技能 一打一个不支撑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 该模式的便利重装坦克 以及直升机 真正意义上刺激战场 你们都上游戏体验过了吗